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我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不用再潜水了 我们在仙本纳镇上找一家好吃的早餐 看看我身后这一家 哦 沾拳击哦 走着 哇 现在是10点半 人还这么多 可想而知他们家的早餐非常独特 好 就坐这里吧 豆沙包 豆沙饼 蛋塔 哇 干炒鸡蛋面 广市炒面 好多东西啊 好 这个价格我太喜欢了 哦 美食哦 我还拿不起来 好 这边还有 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加牛油的这个面包 然后还有这种烤鸡蛋的 哇 我们点几个吃 好 点几个吃 先 Fleisch 似乎 吃 す 前女生 wil酒 一杯 水 大 bones 您要为 egg cake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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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是非常不同的 在新加坡的8分之处 味道很美味 味道和牛肉是非常美味 和牛肉很不同 它是很不同的 它是很烤的 很酷 它是很硬的 它是家製的 它是新鮮的 它的味道很特别 好朋友们 刚才听了我老婆介绍 你们感觉怎么样 这回我用纯中文 帮你们解释一下 看看她啃的这个蛋挞 啃的不好看 我给你啃一啃 这个饺子 饿了骨骨骨的感觉 这个蛋挞跟我在新山买的那家蛋挞完全味道不一样 做法也完全不一样 它的外层是一层面 就是你吃起来它是一层面 然后里面呢 这个是小蛋挞 但是 但是要跟新山那个蛋挞比 我觉得 不如那个好吃了 这是我对她的评价 刚才我和老婆说好吃 那我就多给她买两碗 下面我给大家尝尝那个 刚才经过我老婆 亲手打开那个蛋壳 不瞒大家说 我特别吃不了这种 这种应该说五分熟的鸡蛋啊 他们煮的很神奇 这个鸡蛋里面 穿的是水 蛋黄还聚在一起啊 尝一尝啊 哎呦我的手都在抖 以前都不敢吃这种 你知道吧 哎 你别说这味道很奇特哎 哎 还蛮好吃 因为不瞒大家说 我的肠胃不是很好 所以我吃这种半熟的鸡蛋 可能会容易拉肚子 但是我记得文矮 在我这样的时候 我吃这种生鸡蛋 吃的特别的带劲 因为当时小嘛 也不怕拉肚子 可能当时也不会拉肚子 现在不行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事就多了 接着呢 再给大家品尝一下 牛油的bread 啊butter版的 哇你看这个butter 哇 哇 这个牛油版的烤面包 是他们家的一绝 刚才我问服务员 服务员都说 famous 好吃 哇 这个赞 吃这个同时再来一勺这个 哇 但是不瞒大家说啊 他这个里面呢 又夹了黄油 然后又加了果酱 所以我觉得这个果酱 有点多 所以我这么不喜欢吃甜口的人 这个有点多 啊 所以有点甜 如果光是黄油的话太赞了 好吃 哇 真棒 所以大家来仙门大门啊 一定来沾拳击哦 再喝口他们家的拉茶 哇 哇 这是我最喜欢喝的拉茶 哇 这个口感特别好 我们在新加坡吃的那个茶 是一个口感 哇 这么好吃 地址赶紧给到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Tekka Samporna 91308 Samporna Saber 马来西亚 好